爸媽會給寶寶吃米餅 就是因為添加物少 加上米餅是入口即化 而且會有飽足感 是不少家長的副食品首選 不過呢 今天爆出了市售的米餅 含有格超標 也讓家長相當的擔心 甚至烤隊以後 連副食品都要自己親手做了 而專家就特別提醒 嬰兒的器官發育不完全 如果長期接觸格 對腎臟功能 可能會有不可逆的傷害 甚至會有痛痛病 提醒家長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而現在包括了愛買和家樂福 以及全聯 已經將相關的產品自主下架 一歲的哲哲拿著米餅 吃得津津有味 放到嘴裡用剛長出來的小牙齒 和舌頭一咬就爛 像這樣用米製作出的米餅 因為添加物少又好吞咽 很多家長都會買給小寶貝 當零食吃 本來以為健康安全的米餅 沒想到這次消極會卻驗出 有四件隔寒量超標 聽到嬰幼兒副食品可能有害健康 嘖嘖阿嬤眉頭一皺相當擔心 真的很不好 重金屬那麼重 請她媽媽不要買 自己煮的反而比較健康 不敢再讓寶貝孫子吃加工副食品 因為專家說嬰幼兒器官發育 還不完全 如果真的長期食用 對健康會有很大影響 但米餅怎麼會含有隔 是米種植過程還是加工過程被污染 專家希望要釐清 專家說嬰幼兒接觸的副食品 一定要釐清污染源 如果家長有疑慮 建議可以帶到醫院檢查 畢竟食安問題又攸關嬰幼兒健康 千萬不能輕忽 華市市員王思義 張榮富 台北報導